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个人防护用品配备和使用方法 以及灭火器材的一个使用方式 这个个人防护用品配备呢 为什么要单拿出来给大家讲 其实大家都应该能理解 咱们这个危险货物啊 你说从A运到B 那是我们要保证这个货物安全有效的运到指定地点 对不对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你能说一定不出现问题吗 它有可能就有突发状况 对不对 但是人的生命是无价的 我们的驾驶员 我们的押运人员 是吧 因此一旦出现突发情况 我们首先要想到的肯定是我们的个人防护的问题 对吧 危险货物 有毒有害 腐蚀都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说对于这个个人防护用品呢 我们要单独拿出来写 主要是说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一个使用的方式啊 使用的方式 怎么去正确的使用它 然后保护自己 除此之外呢 就是我们的常用的一个灭火器材啊 那这节课呢 主要包括六个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 一般要求厂站的客运站的危险货物的 还有个人防护 以及常用的灭火器材的使用方式 对吧 一般要求我就不说了 那一般要求这个东西 它肯定就是一些常规性的一个考点啊 常规性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通用的啊 哪哪都能用的 对不对 一般情况下 我们管它叫一般要求 那我们简单看一下啊 首先对于一般要求里面 这里有一个管理性的考点 他说国务院有关部门 或者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有关单位 因为什么呀 专业应急救援人员配备必要的防护装备和器材 减少应急救援人员的一个人身风向 看见没 对我们的应急救援人员要配备必要的防护装备和器材 这是国务院有关省的啊 再往下看就是社区的 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和突发事件 一发多发地区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什么呢 应急救援物资生活必备品和应急处置装备的一个储备制度 并及时更新和补充 这是我们社区和我们的县对应的这个位置啊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与有关企业签订协议保障什么 应急救援物资生活必需品和应急处置装备的一个生产和供给 大家看见没 其实你看有什么 有给我们的应急救援人员配备装备的 还有什么 有为我们储备什么 应急救援物资的生活必需品的 是不是 还有什么 还有保障提供一个保障的 那这个东西就讲究什么呢 考试的时候就讲究一个匹配的问题 对不对 谁来干什么 谁来干什么 这是一个分工的问题啊 大家绝对不能窜 这是我们第一个内容 往下看 说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划和应急预案的一个要求 干什么呢 根据应急工作的实际需要去建立应急装备和应急物资的储备啊 维护啊管理啊和调度制度 那储备必须的应急物资和运力配备必要的应急指挥交通工具和通信装备 那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啊 你看我们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和交通运输企业他们需要干什么 以及我们的交通运输企业应当将本单位的什么应急装备应急物资和运力储备 以及应急队伍的实际情况怎么样进行备案 上哪啊 上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那里去进行一个备案 那这就是一个一般要求啊 一般要求里面大家可以看到都是一些管理类的一个知识点 那么这个知识点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个匹配啊 你看我们的国务院要干什么 我们的社区的市级以上的人民政府要干什么 以及我们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我们的交通运输企业啊 还有最后所有列入应急队伍的交通运输应急人员 其所属单位应为其购买什么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配备必要的防护装备和器材 减少应急人员的一个人身风险 这个就是一个管理性的知识点啊 没有太多的内容 大家能匹配出来考试的时候 你能对应的啊给它进行个连线就可以了 往下看看我们第二节当中的第二个知识点 关于厂站应急处理器材和它的安全防护设施设备 这部分的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的厂站的一个问题啊 比如说我们的汽车客运站对吧 对于汽车客运站来说前面其实都给大家讲过啊 说我们汽车客运站一些消防上的呀 一些监控上的一些配备对吧 汽车客运站应配备安全消防设施 包括啥呀 灭火器消火栓集水系统 然后什么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等等啊 这都是我们汽车客运站要配备的 在客运站所配备的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 必须符合国家或者是行业的一个标准 消防器材应设专人管理统一配发 所设位置数量功能及有效期 应专门登记和记载 这个有效期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的消防器材它是有有效期的啊 个人不得损坏或者是散自挪用 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 不得埋压圈占消火栓 不得占用防火兼具 不得什么呀 堵塞消防通道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些判断型的考点 最有可能的就是在我们的阿力背景里 给你进行一个描述 说可能他因为什么什么占用了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问你说 那通过这个阿力背景你来说一下吧 到底对于消防的方面来讲 我们这个单位它做的哪里地方不够好 是不是啊 那这些东西就是需要你一条一条去 它找出来啊 我们找出一条是一点分 找出一条是一个分值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这是关于我们厂战的 我们来看客运车辆应急处理器材 和我们的安全防护设施设备啊 这个位置呢 我们看一下 随车配备和车辆类型相适应的一个灭火器 灭火器应该在有效期内安装可靠 便于取用 对于客车来说啊 这个位置大家注意一下 仅有一个灭火器的时候 我们要放在哪呢 是放在驾驶员的附近的 说白了就是说一旦发生问题 我们的驾驶员都是训练有素的 第一反应拿到东西去进行一个处理 对吧 那如果有多个灭火器的时候 应在客厢内按前中后分布 其中一个要靠近驾驶员 还是那句话 因为整个车上可能只有我们的驾驶员 他是最有训练有素的 他会对我们的消防设备 能有一个熟练的使用 对不对 你乘客就不一定了 对不对 乘客可能这辈子都没有摸过灭火器 对吧 第二个 随车配备三角警告牌 并妥善放置 随车配备停车器 数量不少 约两个并妥善放置 那这些东西其实在前面我们讲 旅客运输的时候都给大家说过 是不是 我们三角警告牌是干嘛用的 我们的这个停车械是干什么用的 对不对 放在哪个位置的 当时还都给大家配了图 这是关于我们客运车辆的 主要就是看这三个内容 再往下是看我们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对于危险货物运输出量 其实大家有没有对这本教材 整体上有一个把控 其实最难的 内容最多的是什么 就是咱们这个危险货物运输 虽然说前面我一直在强调 说咱们这个旅客运输 它只要发生问题 基本上就是群死群伤的特重大事故 但是你也扛不住 咱们这个危险货物运输 它的危险性 对不对 危险货物一旦出现问题的话 它可能会扩散 它不仅仅就是说交通事故 这么简单一个问题了 它可能会扩散 比如说最水源的一个污染 最附近村庄土地的一个污染 这些东西都是危害性非常大的 还有对我们的空气 还有人员的伤亡 它的辐射面也是非常大的 这个所以大家知道一下 因此咱们整本教材 对于危险货物运输这块呢 讲的真是详之又详啊 非常细 而且内容呢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多 正因为如此 可能以前啊 我们这个报路运输 在没有分项的时候 还没有分出来的时候呢 只要考 基本上就是涉及到的 一个危险货物 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分开了啊 咱们有别的案例题了 但是危险货物 我相信它在我们的考试当中 绝对也是占一个大笔道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危险货物需要知道的 这个危险货物运输啊 车辆应配备符合国家标准 和所运载危险货物 相适应的应急处理器材 和安全防护设施设备 前面我们在讲 摸火器的时候 就跟大家说过 不是所有的东西 都能用一种灭火器去灭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的水机型的 这个灭火器 它只能灭固体 但是和水反应的那些固体 它还灭不了 比如说我们的钠 对不对 它还灭不了 比如说我们的泡沫灭火器 能灭什么情况下 对吧 因此不同物质 我们用到的一个灭火设备 是不一样的 有锈油毯啊 灭火器啊 黄砂筒啊 防护镜啊 橡胶手套啊 这些东西 尤为在我们的这个危险货物这边 咱们注意的东西呢 要更多一点 第三个就是运输 毅然易爆危险货物车辆的排气管 安装隔热和熄灭的火星装置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一直在强调 就是说这个危险货 不管是你在运输过程当中啊 我们的装卸过程当中啊 对不对 我们的储存过程当中啊 一直在强调 说要防火花 防静电什么 防金属碰击产生火花 对不对 因为本身这个 毅然易爆的东西 一旦出现有火花的问题啊 可能就会有反应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毅然易爆危险货物的排气管 应安装隔热和熄灭火星的一个装置 配备符合规定的 导静电橡胶拖地带啊 这个东西之前上课的时候也给大家说过 是不是 我们还放了图给大家看 到底这个拖地带长什么样 那排气管应装在哪啊 装在箱体的前端 面之前不高于哪呢 不高于车辆 纵粮上平面的这个区域 你自己回学化一下 看这个排气管应装在哪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我都不用说 那各位同学干这样的 应该肯定都知道啊 第四个就是车辆应有切断总电源 和隔离电火花的一个装置 切断总电源装置应安装在驾驶室 还是那句话 因为整个车上啊 我们的旅客运输我就不说了 我们的后运输主导是在谁啊 主导是在人对不对 那我们的驾驶员一旦出现问题的话 我们驾驶员要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去进行一个处置 如果说你这些东西都不安在我们的驾驶室里面 安在离驾驶员特别远的一个地方 我驾驶员必须得下车绕到后面去进行处置 可能吗 肯定是不可能的 其实这些东西啊 都是尝试性的一个考点 我相信大家想一想都应该能想明白 对吧 第七个就是根据所运危险后的一个特征啊 我们要随身携带一些 包括遮盖啊 捆绑啊 防潮防火防毒啊 这些东西 还有它的应急处理设备 对不对 劳动防护用品 那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 这是一个通用的知识点 第七个 那往下看 我们看危险后运输个人防护用品和它的装备 以及使用方式 那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防护谁的啊 这个可不是防护货 是防护谁的 防护我们自己啊 对吧 我们来看运输车辆 跟着运输车辆我们要配备的装备啊 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与最大允许总质量和车轮尺寸相匹配的这个轮档啊 还有一个三角警告牌啊 还有眼部的冲洗液啊 但是这个主要针对的是我们第一类和第二类危险货物除外的啊 第一类和第二类危险货物还知道是什么吗 爆炸 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之前找我们危险货物那个部分去看啊 还记得我们那个表吗 我们说一二三类 然后哪几类我们还有分项 对不对 大家回忆一下啊 如果记不住的话 这个你得回去看一下了 第二个就是关于车组人员的 这个不是车的问题了 是人的问题 那每名车组人员啊 都要配备反光背心啊 防爆的便携式照明设备 以及合适的防护性的手套啊 和眼部的一个防护装备 比如说护目镜 因为咱们很多危险货物啊 它可能有易燃易爆啊 还可能有挥发呀 等等这些特性 所以说这些东西呢 我们要给它配备上 主要就是防护个人 第四个就是关于它的一个使用方式 这个想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使用方式里面呢 介绍了几个 但是不多 我们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防静电工作服 你得知道什么情况下 我们要用这个防静电工作服 对吧 在正常情况下 爆炸性气体混杂物 持续的短时间频繁的涌现 或长时间存在的场合呢 以及爆炸性气体混杂物 有可能呈现的场合 应该穿防静电的一个工作服 为什么 有静电又可能引起爆炸 对不对 就可能引起爆炸 本身以这个爆炸性气体啊 没有这个静电的情况下呢 它还比较可能说 我还能老实一会儿 但是一旦有静电的话 可能会引起爆炸 对吧 再就是仅止在易燃易爆场合 拖穿防静电工作服 仅止在防静电工作服上 附加或者是佩戴任何金属物件 以防大火 第四个就是穿 用防静电工作服的时候呢 含英语防静电鞋配套运用 同时地面也是防静电地板 或者是有接地系统的啊 这是我们第一个防静电 第二个就是关于 它的全密封的一个防化服 那个这个防化服 它适用于什么情况呢 对于这种全密封的防化服啊 我们教材上对于它有一个图 对不对 对于这种全密封的防化服 它进入化学危险物品 或者是腐蚀性物品 火灾事故现场 以及有毒有害气体 或者事故现场的时候 寻找火源或者是事故点 抢救遇难人员的时候 进行灭火战斗和强险救灾的时候 我们的一个防护啊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你只要知道我们的什么防静电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防化啊 到底是什么时候用就可以了 再就是空气的呼吸器 那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是吧 空气的呼吸器放在哪 用大家肯定都知道 好 那对于这个空气呼吸器 穿戴步骤 你得了解一下 首先是打开屏阀 背气屏 然后调肩带 调腰带 然后戴安全帽 是不是 最后再面罩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行了 对于它的步骤 我们了解一下 行了 其实这个位置呢 内容是真的真的 有点很简单啊 没有什么可以讲的 你不久不能让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为什么要这么穿 对不对 没有必要 就是一些规范性的一个要求 大家把重点的内容呢 你自己勾勾画画 然后等到考试的时候 你能选出来 它是正确的 还是错误的 你能判断出来就可以了 往下看看 我们看看这四个 说过滤式防毒面具 过滤式防毒面具 主要由面罩和绿毒件两部分 你看这个是过滤式防毒面具 它呢是两个部分组成的 一个是面罩 一个是绿毒件 两个部分 面罩起到密封 隔绝外部空气 保护口鼻面部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这个填充物呢 一般是活性碳 这个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是关于我们常用灭火器的 一个使用方法啊 那常用灭火器这里面呢 主要给大家讲了两个 一个是手提示灭火器的 一个使用方式 一个是消火栓的 一个使用方式 这个东西呢 我在上课的时候 不想给大家说了 我不想浪费大家时间啊 因为这个内容呢 我觉得首先第一 作为一个安全人员 你作为一个注册安全工程师 或者是现阶段 你本身我们一个企业的安全人员 这个东西你是必须要汇的 必须要汇的 就何况我们现在很多企业 我们很多大的一个鞋子楼啊 都会每年定期的举行 这个消防演习 对不对 很多人清楚对于这个东西 它都是倒是怎么使的 所以说手提示灭火器怎么使 消火栓倒是怎么使呢 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课堂上 一一给大家演示一下 对不对 其实通过我口述的那个东西啊 你还不如真正的去看看 你们单位的那个 手提示灭火器和消火栓 到底长啥样 对不对 你去了解一下 然后看一些动图 其实你就知道了 并且这个考试 它一般情况下 不会让你说 给我描述一下 手提示灭火器怎么使 消火栓你怎么给我用 是不是 怎么让它 产生有效的效果 一般情况下 它不会考你这个东西啊 所以说对于我们 灭火器材的一个使用方式呢 这个东西 你自己回去了解一下 就可以了 这个内容呢 我不给大家进行一个重点讲解 好吧 这就是我们第七大章第二节的所有内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包括我们总共是六个内容 是吧 主要是安全它的一个处置设施 那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